中国有个独一无二的旺世家族 中秋时期的晋国六清 即赵氏 韩氏 魏氏 智氏 范氏 中杭氏 隋唐时期的五姓七旺 即隆熙李氏 赵俊李氏 柏陵崔氏 清河崔氏 范阳卒氏 盈阳正氏 太原王氏等 在华夏民族灿若新河的历史进程中 屹立千年而不倒的家族数不胜数 历朝历代的帝王将相家族自不被说 由于政治需求而被捧上神坛的孔孟家族 也不需要多讲 然而 和东裴氏这个并非耳熟能详的家族 却能在历史的官流中始终印立不倒 这其中一定有很多不为之的秘密 和东裴氏始祖为迎秦始祖妃子之后 可谓代代出名人 无论是政坛 还是学术界 外交界 甚至是僧人 各行各业都有裴氏的精英存在 和东裴氏 无愧千秋一族的名号 远胜于燕京裴氏和西凉裴氏 多说无异 我们来用数据证明一下 自古以来 女子金兰在青史上留名 但是 裴氏家族的皇后 太子妃 王妃共识人 宰相五十九人 风觉不易 裴氏家族公 头 脖 子 男 各项爵位一样不缺 共百余人 本武壮人 也是史上有名 在朝为官者更是数不胜数 中国宰相村 也是由此而得名 古语有云 达德兼济天下 自古以来 古人便已入世作为最高使命 裴氏家族也不例外 裴氏的政坛风云人物 大多出现在唐朝 这里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展开全文古典小说 随唐演义中 有过一个太监 他挑缩紧德飞 张杰宇与李渊思通 使得李渊走投无路 只能起兵而返 他就是裴继 除了太监的身份以外 他的经历 几乎与史诗比武二致 裴氏也因此成了开国功臣 另外 大家应该都知道 耐久彭这个词吧 就唐书中是这么说的 玄同处与裴炎结交 能保忠实 识人夫为耐久彭 其中 裴炎便是和东裴氏的 右衣政治家 可惜的是 裴炎虽然官是审相 但是 由于建筑武则天独揽大权 要求武则天还政给唐瑞宗 最终 惹恼武则天 被诬陷成谋反罪残忍杀害了 如果说上面两位都是文臣 那么 接下来的这位 可以称的上是一代军神 宋朝时 就曾经将他列入七十二名将 他就是大将军裴行俭 令人惊叹的是 裴行俭不只是行军打仗厉害 书法也堪称一绝 他本人也十分喜欢书法 爱乌结乌便喜欢书法家 因此 在他任理不官员的时候 总是有一些书法家 能够被举荐为官 中唐时期的裴度显现出了他的才能 不止在政坛成就辉煌 在文坛上也是大名鼎鼎 他在政坛最大的成就 大概就是辅助唐宪宗 形成了援和中心了 而在实现援和中心的过程中 他最大的优点就是 知人善任 韩玉等文臣 李光言等武将 都是经他守备举荐的 并且 他跟当时的大文豪 老白居易 刘雨昕等人也是来往唱歌 好不快活 中晚唐时期还有一个名相 便是裴秀 在唐文宗时期 他主持了曹运改革 一举整治了曹运过程中的腐败迅思现象 学术界分类众多 史学界 法学界 甚至还有地理学界 都有裴氏一族的影子 这里 一提到中国古代的历史学家 除了两丝马以外 三裴也不容忽视 祖孙三代各有千秋 尤其是祖父裴宗之的三国之主 六十五卷 在史学史上 可谓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法学界的裴正也丝毫不落下风 他带领弟子参定了周律 被后人称为断案剖爵竹柳 而且 在断案的过程中 少有冤案错案的发生 对待犯人也有人性化的处理 可谓是一代法官典范 也许会有人怀疑 地理学界的名人本就不多 咱道 这也有裴氏家族的身影 有 那就是裴秀 作为中国古代地理学上一颗璀璨的明星 可谓是与托勒密齐名 东西两相辉映 外交界 没错 裴氏还出现过一位著名的外交家 他就是友好使者裴氏青 他在正史上并没有留下传记 但是 他的伟大贡献却是不可磨灭的 他代表随朝访问日本 为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 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僧人 还记得上文提到过的中晚堂名相裴修吗 他的儿子俗名裴文德 后来 在金山寺修行 金山寺 大家应该大概知道是哪位名僧了吧 对 他就是法海 从白娘子永珍雷锋塔 到白蛇断菜到法海 你不懂啊 使得人们认识 但却拘解了这位贡献卓越的禅师 那么 和东裴氏是如何发展起来 又是怎么千年不衰的呢 首先 就该提到家风问题了 2017年以齐家治国 传扬成志愿为主题的 从陪氏家族看家风家训的当 在社会价值座谈会上 就曾经提到 陪氏家族的家训 家界中 蕴含了丰富的思想 特别是上德 和 孝友 仁爱 连结 忠心效果等 更是为陪氏家族的千年 不衰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另外一个原因 就不得不提到陪氏家族的外部保障了 陪氏家族家大业大 跟深夜茂 无论是哪个陪氏子弟犯错 都不会诸连到整个家族 这也为陪氏家族的千秋昌盛 提供了可靠的依仗 柳宗元曰 为陪氏之亲 誓福大辽 观唐宰相世系 独仙陪氏烈史 欧阳修曰 表唐宰相世系 以陪为首 宰相之时有七人 岂不胜灾 可以说 如此星光璀璨 不愧屹立不倒千年了 陪氏牧种坐落在 陪百村东五公里 风光秀逆的凤凰园 当年牧种累累 被一节林立 现今 虽大多平移 被毁 但仍可观其概冒 有的墓地还存有十碑 参考资料 陪氏家族发展是吉波仙情况 独特的陪氏 家族文化现象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暂时